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的川菜热线 打破美国近40年的外交惯例 11号受访时 川普表示完全理解一中政策的内容 但除非中国在对美贸易等方面让步 不然他不懂为什么美国要被一中政策绑死 同时川普声称 当推通话前一两个小时 他才知道有关这通电话的详情 不过总统府发言人回应 电话有关细节都按照台美交流的惯例处理 埃及首都开罗一间基督教教堂 11号发生爆炸 12公斤的黄色炸药在妇女区引爆 接着12号早上至少造成26人死亡 49人受伤 对于在埃及属于少数宗教的基督教而言 是近年来死伤最惨重的攻击 11号刚好掩饰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日 埃及政府将事件定调为恐怖攻击 并宣布活伤三天 苏格兰研究团队12号发表最新研究 发现因为气候变迁 挪威北极圈内的瓦巴尔地区 从1994到2010的16年间 成年巡鹿的平均体重 从55公斤掉到48公斤 就是因为气温上升后 以往下雪的天气更容易下雨 流到雪地上会结冰 反而影响巡鹿进食 以至于吃不饱的母鹿流产 或生下体重太轻 难以生存的小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鹿 以及小鹿